就是神兵天将,李莹莹今晚成英球大功臣,美国女排输得心服口服,北京时间10月14日消息,2018年女排是锦赛中国女排和美,国女排的比赛是打得非常胶着,最终苦战五局中国女排,成功拿下这场比赛,五局比分,比25,19到25,20到25,25-23,15-9, 毫无疑问小将李莹莹成为了今天晚上的神兵,在不再0-3大比分输给中国队之后,美国女排总结经验,今天,对于朱婷进行针对性不妨,虽然朱婷第一局拿到了9分但在后面几局比赛中美国队发球就找朱婷,后面朱婷的体力消耗非常大,在第三局镜头给到朱婷的时候明显看得出来朱婷在喘粗气, 在拿下首局过后中国女排连失两局,当然朱婷指导也一直都在尝试,希望今天能够有神兵站出来,姚迪、岑春蕾、李莹莹都上了,在共享与状态过好的情况下,岑春蕾作为一名老将也打得非常聪明,得到了非常关键的几分,当然最出色的还是李莹莹,中国女排在第四局的比赛, 中实际上和美国女排打得是非常胶着的,朱婷指导在第四局末端换上李莹莹后,神兵出现了,连续强攻得分,特别是在最后几分钟,作为一名00后李莹莹非常敢拼,让美国女排有些手足无措,李莹莹在第五局的比赛中,李莹莹更是彻底放开了,决胜局李莹莹多次发球直接或者间接帮助中国女排取分, 第五局的比,一分就是李莹莹直接发球得分的,美国女排今天是输得心服口服,中国女排前面没有放水,让美国女排回家,今天再一次战胜了美国队,可能在李莹莹神兵天降之前,中国女排的气势一直都被压着,在李莹莹状态神勇之后中国女排彻底爆发了,李莹莹带动了朱婷的状态,带动了中国女排整支队伍的状态, 李莹莹未来可期